大家好,我是贝达达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宫崎骏的动画场景 这种是怎么画出来的 就很多朋友都很疑惑 这个到底是水彩还是水粉画出来的呢 其实像这种一般来说 用水彩是比较难画的 因为水彩是要把那些亮的浅的颜色留出来 是需要留白出来的 其实呢,这种是用水彩搭配水粉一起来画 会比较容易 因为水粉它是可以重复堆叠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画怎么样去画 第一步呢,是勾线打稿 我们用铅笔就是大概的描绘出 它的有一些色块的变化的那个边界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画这个龙猫的时候呢 我是比原图有稍微放大一点的 因为我的纸非常的小,是A5的 所以我画的主角会大一点 这样子大家看的会清楚一点 勾线打稿其实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不断的去对比 或者是把这个大的形状去拆分成不同的小的结构 不懂怎么勾线打稿的话呢 其实可以多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些零基础的视频 所以用到的画材呢,我都写在这里了 我用的纸,我用的颜料,还有笔 首先呢,我用的是湿化法 我用这个达芬奇的笔,沾了水以后呢 给这个纸,除了中间龙猫的部分 都给它铺一层水 大家注意在铺水的时候呢 要铺的比较均匀一点 我们拿起来对着光看一下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湿度 比较湿,但是水不会往下流淌 然后这个时候我用笔沾了这个绿色 这种苹果绿,草绿色 这个盘子里呢,它是有两种绿的 一个是偏草绿的这种偏黄的这种绿色 一个是偏蓝的绿色 我先用的是这个偏黄的草绿色 然后呢,我用这个水点在上面 它会慢慢的融化 这样沾取会更容易一些 因为这里只用到了两个颜色 所以我没有用以前的整个颜料都给它喷湿 而只是给这两个颜色 滴了一滴水在上面 让它化开 这个是水彩的部分 水彩的部分呢,颜色都是从浅到深的来做 那现在呢,我占了这个偏深一点的这个绿色 它就是比较正一点的一个绿 不是偏黄的绿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太饱和了 然后加了一点点黑 让它生下去 就这个颜色不能太饱和 加一点黑的话呢,会让它更自然一些看起来 就不会很假啊,不然会感觉好像那个绿色 塑料感很重,很假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加一点点赎鹤 这样会更偏向于植物的那种暗部的那种颜色 比较自然的一个颜色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纸面是有一定水分的 所以你画下去一笔它会扩散开 但是这个水分不会太多 所以它不会扩散的太大,面积太大 就几乎还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大概你一笔下去 它只是把面积扩散到两倍的样子而已 但大家要注意 其实这个扩散的速度 它还是比较慢的 就是说它可能后面还会再继续扩大一点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明明是一些很细碎的笔触 后面呢就融合成了一大片 大家可以对照着它的圆图 然后自己去看它什么地方颜色比较亮 那你就留它那个地方颜色比较浅 那什么地方颜色比较暗 你就给它做比较暗一点 这个时候湿化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渐变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颜色呢 就是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加上去 多一点这个草绿色 多一点黑色 注意一下你的笔触的大小 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纸干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呢你当然也要用 如果是笔触比较细碎的 你就要用笔尖去画 笔触比较大的你就用笔度去画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基本上 把它的最底层的一个背景色的 一个明暗给做出来了 因为我的荷尔白银小红 和水彩颜料里的黑色是快用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用水粉 挤的是水粉的黑色 那水粉的黑色扩散性就会比较弱一些 那正好这个时候我也是需要一些黑色的比较实的一些线条 像现在我在画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用黑色画了一点点 然后用另外一支笔去把它稍微扩开一点 这个植物下面有一些阴影的部分 你可以用两支笔同时操作 就是一支笔画深色 另外一支笔沾水 给它扩的稍微自然一点 因为这是水粉嘛 所以它的扩散性稍微差一点 所以你要人为的用另外一支笔去做扩散 而且现在呢 它的画面几乎已经干到90%了这样 所以说基本上有一些颜色 有一些干比较干的地方 它基本上都不怎么会扩散了 到这里呢 我们水彩的部分吧 这个底色差不多已经打好了 之后我们就要用另外一支笔来给它画上面的植物 一层一层往前推 那这个选笔还是很重要的 这里我有两支笔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个视频后面拍丢了 所以我又后面补拍了一段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选错笔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 那我用一张废纸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这两个笔 风长和风的尖锐程度是不一样的 现在占了颜料以后是不是更明显了 就是看前面的部分 它们的尖端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图中有很多点状的东西 我们来试试看这两支笔分别的效果 你要用这种细的笔啊 它做点它很容易就是你控制不好 你就会变成这种长条形看到了吗 然后你你如果是做点只有把它立起来 把它立起来 但是立起来的话它只能画一个很小的点 用它的尖端去画一个很小的点 如果你想要画个大一点的 你只能就是用它尖端去画一个大一点的 所以其实从它的笔触上来说 它不能一点就点一个圆形 而这一支笔它尖端本身就比较非 它这样一点就是一个圆形 而且它本身面积比较大 像我们这个图里面有一些像小叶子一样的东西 像小叶子一样的东西 那大家注意就是比如说你的叶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一个方形 要用要就是学会去用它的笔触去做一个这种有一带点形状的 是个圆形 是个方形 就这样子去做 而这个笔呢 你要是想要用它来做这些小叶子的话 你看到了吗 它一画就是一个这样的长条形 它你画那个方形的话呢 会没那么顺手 画圆形的话呢 也是不是很顺手的感觉啊 其次我们这个图里面有一些画瓣对吧 你像这个画的话 它就是这种长条的 而我这个笔呢 它这样一画 就是一个画瓣的形状 那大家注意画瓣画的时候呢 注意一个方向感 就是比如说你是从上面往下画的 那这个方向会比较不那么顺手 所有的笔都是 这个方向会顺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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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方向你除非把笔倒过来 把笔倒过来 或者是你就是像我刚才这样 这样子去画一个花瓣 啊 而这个笔的话 你看我们想要画这个花瓣的话 除非我们就是用它的尖端很小心翼翼的去画一个这样的花瓣 但是你要它一笔摁下去就是一个花瓣的形状 的话这个笔不好弄 其次这个图里面有一些大叶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只笔的不同的表现效果 这种叶子是两头细中间粗的 那如果是这支笔我要画两头细中间粗的话呢 它是这种画出来细细长长的 如果你想画那种短短的 然后又是比较粗的 你在抬笔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我们看看另外一只笔 再短一点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它的这个尖全部都是尖的 但是呢你要用这个长的来画这种短的树叶的话 它这边都是顿的 因为它需要按到它的宽一点的时候 但是你抬起来 你需要极快速的收拢的时候 它其实这里是没有那么尖的 因为这种的话你必须是在细的时候去收拢 它就只能画这样细细的一个线条 当然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笔控制的很好的话 也是可以画的 对于新手来说就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呢就是这个悬笔很重要 像这幅画里面的这些植物 其实我建议用一个封比较短一点 然后前面间不要那么细长的一个笔 那现在我们来画第二层 那第二层呢是需要有遮盖地的 所以我就不用水彩了 而是用了荷尔拜因的艺术家级水粉颜料 它这里的几种绿我基本上都会用到 然后这两种 一个柠檬黄 一个中黄也很重要 一定要准备一个喷壶在旁边 因为水分时不时都要给它喷一下 然后呢这些绿里面呢 有些地方其实是有一点泛蓝色的 所以我也挤一个蓝色在这边吧 然后大家注意水彩呢 它是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面画的 那我们先来画一些比较隐约的一些颜色 我用这个蓝色加一点点白 然后加一点点水 就是不可以让它突然一下子太亮 让这个颜色是隐藏在绿色上面 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的 那有的地方是用那种很小的点 那你可以做一些大小不一 然后深浅稍微有一些变化的点 然后根据圆图中它的一些叶子的形状 像这个是一些有点像三角形的 一个叶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给它做完以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点有一点 这个叶子有一点太明显的话 你可以用手指把它轻轻的抹开一下 这样一个是它会让它颜色浅一点 然后二一个是它会看起来更自然一些 就不会特别的亮 因为你的手指沾去了它大部分的一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其他有这个颜色的地方都一起画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颜色会稍微有一点变化 加入一些绿色 我们接下来画偏蓝绿的一些颜色 也是这种隐隐隐约约的给它画一些 在黑色上面隐隐约约的画一些绿色 不要一下子太突兀 接下来可以加入一点那个草绿色 然后让这个绿色慢慢的变亮一点点 来画一些小的叶子啊 或者是更亮一点的小的植物 就像这种小叶子你看它在黑色的底色上面不会特别的冲突 那像这种草丛呢就一点一点的去提亮 要注意一下它的层次是在哪里的 你在它层次的地方去提亮 然后用一个嫩绿色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黑色的背景上面去画一些叶子 然后这个叶子的颜色是和下面那个嫩绿色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 就感觉这个嫩绿色是在更上面这一层的 它就有一个立体感和空间感 然后也要注意这个树叶 它是比较偏圆的小树叶 也是要有大有小 然后不要太规则 同样我们用这个嫩绿色 在这里的植物上面再画一株 这样子的话它颜色比较亮 就是表现它是在最上面这一层的 同样的颜色也可以用在这里 还有其他需要这种嫩绿色的地方 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把它高光的地方去提亮 这里的叶子都是一些细细碎碎的小的点状 那同样也是先做了绿一点深一点绿的点状 然后再做嫩一点绿的点状 是一层一层推上来的 这里有三片叶子 它是偏黄色的 所以我加了一点中黄进去 然后你们根据圆图去做参考就可以了 它哪些地方是什么样的植物 那这种画都是需要极高的耐心 还有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画出来的 那重复的一些内容我就不多讲了 你们自己去画就好了 那你们注意这里 这株植物其实我已经画过一遍了 但是我可以用再亮一点的颜色 再给它做一次提亮 好像下面这株植物也是 我已经用绿色画过一遍了 但是现在我加了一点金色 金黄色进去 然后在它的一半的叶子上面的一部分做一个提亮 它就会有一种光泽感 大家看我这个笔可以画一些比较细的线 像这种树枝啊什么的 然后上面的这种小叶子 也可以用一点一点的这种笔触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来画它下面这些比较大的叶子 大家注意怎么样会比较顺手 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个方向感 注意两头比较细 中间粗一点 像这个叶子的话呢 之前已经用绿色画过了 然后我现在是在用一个更亮一点的颜色来画 这样让它叶子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那现在我是用水粉的绿色加了一些水 然后让它比较透一点 那这个是在画它下面一层 就是让它下面隐隐约约好像下面还有很多很多叶子的感觉 接下来我才来画上面这一层的叶子 现在我们用一个更亮的颜色来画上面这一层的叶子 那注意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会给它加了一点点黄色 那这个时候给它在它的那个尖端部分给它调一点点黄色 这样让它有一个光泽感 然后现在用最亮的颜色 那画完这个以后大家就会发现刚才我在下面做那一层隐隐约约的 就起到一个丰富层次感的效果 那接下来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来画一些其他的叶子 注意叶子的形状和大小 然后这里我也是先画了绿色 然后加一点点黄色进去做一个叶子部分的提亮 那像这种叶子上面还有一些叶脉 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把细节再加一下 然后呢观察一下整体的感觉 也就是有些地方如果想要暗中还有一些亮色的话 就再给它加一点 因为视频实在太长了 剪辑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会先发这个部分 下部视频会教大家上面花卉 还有龙猫和主体的一些画法 你们看到我剪辑到十几二十分钟 其实实际拍摄时间是好几个晚上 而且需要更多个晚上来剪辑这个视频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留言和转发哦 谢谢 那再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对作品中所用到的这个赫尔白因水粉颜料 还有这个达芬奇的大中华限量的笔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合作店铺 正好双十一都是有折扣的 它们双十一价格已经很低了 所以就没有贝大大的粉丝折扣了 但是我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它们店里面买三百元以上的就有送这个贝大大的定制的笔洗 就是很多人问我视频里的这个笔洗哪里可以买到 你们在他们家买东西就有送哦 记得你们购买之前要跟客服强调要送贝大大的笔洗 不然没有备注他们是不会送的 不过来